《啤梨晚步》 逢星期一至五 六点至八点 主持 啤梨 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回到最后一节 主要是要去美国 没得谈的 因为我跟他的子女行间 当然他否认了 他说我现在是说谁会赢 不是说我支持谁 但你等他说话 其实他真的很抱民主党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他觉得 如果怕特朗普上台的话 可能会劳手对中国 影响了世界局势的经济更大 在这方面 可能有人会这样想 但对我来说 我就真的一意贯之第一 不关我事 美国选举 因为我没有票头 但又很关我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不是真的普通的 你可以很简单地说 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决 如果是尋常的两种意识形态 当然没有问题 又或者 如果美国真的要选择 他真真正正要选择 一些这样的 你问我是共产党 不是左派 来入主白宫的话 我也无话可说 但大家也知道 后果就是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 如果他不行 就没有人有任何行 而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次是这么重要呢 最重要的就是 正义 当然 正义 always win 因为 无论哪个 民主党的人赢了 民主党支持者就觉得正义必勝 共和党的人赢了 就觉得正义必勝 所以 正义 always win 永远都必勝 但是 是不是呢 至少你先不要做假 到了今时今日 包括我有时听小生说 他说虽然有很多怀疑 但是 喂 come on 如果你认为法官又会这样 公务员又会这样 FBI也会这样 那你就不如不要相信这个制度 他认为没有办法得要相信 因为制度被破坏了 但是现在就是人家真的不去理 是执行的问题 是执行的问题 如果 我都说了 这个重点最重要就是 是制度 民主游戏 你最后都是要坚守 那个玩法 然后 哪个赢赢 反而无所谓 即使你是 喂 如果你真的是美国人 要 这样去选择一个 走这样的路线 你只想一下 过去的几十年 所有 太平盛世的国家 就是共和党管的 的地区 的state 所有乱冷七八糟的呢 你倆母就是民主党搞的 你就知道 打吞仗 就是民主党new的 赖吞市 都是民主党 又要共和党 那些人去搞的 你只是这样 但是我都不是说共和党好 但是现在是在两个叉径的底下 你要找一个合理的 OK 我们先不要说这些 现在是他犯规 犯规 怎可以不屌实 他不处分他 喂 只是要好惩罚 特朗普说的东西 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就介绍 喂 减肥食物 第一 这是台湾文章 低卡饱套 当然是什么 在说举药 举药是什么 即是 没有菜式 我们在买的那些 我们在买很多 其实我现在很少再买港本 因为是便宜的 但是我看看 这个台湾的 那个 营养学教授 艾游延平小姐 就说 因为魔户 即举药 含有80%的葡萄糖 金露醉糖 是水溶性的多糖体 于是乎 你进入到 胃里面会形成胶質 你很容易饱 因为它是植物 它是日曬和乾燥方式 进行脱水之后再粉碎 然后用风力筛选的方式 将淀粉质去除 就成为举药粉 问题就是将淀粉质去除 That's why 这个举药粉 其实就真的很能够 我没有这样行针 其实如果各位网友 你一天吃一餐举药粉 你一定走 因为 它的淀粉质很少 卡路里很少 譬如我们一百克 你可能吃二三百克 只有五十多个卡路里 你可能吃了三百克 百多卡路里 你放到 顶着胸口 百多卡路里 你试试 譬如我哥哥的下策 我下策 今天我就比较清晰 我吃了两个猪水 我吃了两个猪水 我吃了两个炒米 但是茶餐厅的食材 就炒米多油 是吧 我想那段时间可能成千多了 卡路里我不知道 差不多了 是不是 我不需要的 只是午餐而已 所以大家就可以 上来买我们有些现成有味的 但是我有五种 其实是举药饭 举药粉 举药的菠菜面 它是没有味的 是你自己回去做的 因此我们的 Cherry 就是像我们的小姐 美女 她也拍製了很多 menu 就是怎么去做的 今天我们播副其中一个 简单得不得了 我们先播副片 看看 我们这一种 应该是 紫菜 好像是 紫菜 蘭花 湯的菠药粉 你看 够简单了吧 下巴 鸡蛋 国际 水 你先把鸡蛋 煮多水 倒入鸡蛋 再放入鸡蛋 然后开火 炒 煮多 其实这么容易 好漂亮 各位呢,其實你們買回去,反而我覺得呢,如果下吃它的味道,六七種味,七八種味,你會悶的,你如果這樣呢,其實你做什麼都可以了,就是因應你可不可以說,想吃乾炒肉河就乾炒肉河,菠菜麵非常好吃,好了,英國呢,有一對八十幾歲的老夫婦,有六個孫,早前就向,就申請,向這個瑞士組織申請,這個last resort 裡面呢,提出申請這個安樂死, 那麼,該組織在上個月展示,推動安樂死合法的負責人,Philip開發的,用3D打印而成的安樂死膠囊倉,據報這個安樂死膠囊倉,你如果想安樂死的,可以躺在膠囊上,按個按鈕,就會離世了,我不知有什麼道理,這裡沒有說, 那麼,雖然是全球目前,少數找他在合法條件下,安樂死的國家,但是呢,這個安樂死膠囊倉,叫做Sakoport,都仍有爭議的,因為他開,目前他,還在開發這個商人版, 所以呢,Peter,兩夫妻呢,仍然需要等的,那麼,Peter呢,曾經做過英國皇家空軍工程師,妻子患上認知障礙症, 加上沒有辦法負擔醫療和看護成本,所以跟子女商量之後呢,決定這個黯然的決定, 那麼,Peter說呢,我們兩個曾經有長久快樂健康和滿足的人生,但是如今垂垂老,看著太太的精神狀況越來越差,我自己身體呢,她86歲,不斷衰退,對我來說是可怕的, 至於Christine呢,就是Peter老婆啦,年輕的時候是做護士的,Peter說,很明顯我是會照顧她,照顧到我無法照顧她的位置, 但是她的職業生涯裡面呢,已經照顧過很多認知障礙的患者,她呀,Christine希望保持對自己生活的控制, 安樂死呢,就為她提供了這個機會,而我也都不想在她走了之後呢,繼續生活, 去到這些位置,兒孫滿狂,真是沒辦法的,因為你們照顧認知障礙,你就明白了,所以大家要來買清澈檸檬汁, 因為你又長命了,以前我們人都未必怕到八九十歲,你都未必有這個認知障礙, 像布斯韋利斯,現在已經去到家人都認不到了,照顧她也是那種煩惠, 好,我們聽一個美國網友,這個美國網友移居美國,數十載, 他怎樣去看今年的選舉,請我聽到聲帶, 阿彼哥,這是Patrick,上次你打了一來,我沒有聽你,真不好意思, 今天我看聽你那個part 6,最後那個section,你剛剛關於美國選舉那些, 现在我猜你都知道 其实他们一定是玩东西的 所以Pansylvania 宾州那里 这班人一定出狡猾的 所以为什么又这么悲观 这么pessimistic 是四个swing stay玩 六个swing stay玩 他们那里又弄点东西 那里又弄点东西 那里又弄点东西 你没办法跟那班人一起 那些media 现在全部是一窝蜂 就捧到这个 Karmel Harris 上到天 根本就想brainwash那些选民 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难搞 所以说History will repeat 又是输 又是这么惨 真的催不住 而且你说会内战 怎么会内战 1月6号那件事 如果我们Republican这么劲 那时候已经内战了 搞到这样 那些人又要去坐牢又行 就流泪了 如果是内战那时候 那些人就打过敬他 对不对 anyway 是这样 拜拜 好 花皮 如果民主党赢了 当然不会内战 以你们Republican的那些人 那些人 当天又拍了照片出来 又在那里吊了Rambo 那样 结果 但是如果共和党赢呢 那就有气体了 那些人 黑病贵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个民主党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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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跟你客气 那些人是搞笑的 那你需不需要保卫家园 现在美国是什么情况呢 我聽過有些網友說,其實現在共和黨的聲勢是開始動的,可能會變成這樣 但是如果你問我,我對共和黨的信心是很大的 但是你一去到這樣玩,你就真的難搞的 你想一下,他就是玩這種法律,這些最像什麼呢? 大家是很厲害的,你多來往生活就看到了 不斷用這個法律暴力去拖你 就像這個星期開始那些軟期投票,即是郵寄投票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還可以有郵寄投票呢? 就是疫情也沒有了 對呀,又沒有疫情,還要過一條法例,你不可以退 簽名錯,不能退,慘了 日子錯不能退,甚至乎說不需要證明 當然不是那個State是這樣,但是其實大家要明白 其實競選呢,是競選幾個搖擺州的Spring Day State 那些可能差幾萬票就可以搞定你,整個State 可能是差幾十張來回,就搞定了 所以呢,也是要兩解 對呀,但是我們所有,我們認識的先人 都是說,阿吳會夫師傅都這樣說 喂,九運的東西要清了,一運就開始來了 其實全部都是古特朗普的人? 我們認識的那些人是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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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他說 剛剛這個是昨天的發言 我跟很多律師和法律學者一起 密切關注今年選舉的神聖性 因為我比大多數人更了解2020年總統選舉裡面 民主黨所發生的廣泛作弊和詭計 這個對我們國家來說是一種侮辱 因此,2020年選舉投票剛剛開始 將會受到最嚴格的專業監督 當我獲勝的時候 那些作弊的人將會被依法追究 包括長期監禁 以確保這一種司法敗為不會再發生 我們不能夠讓我們的國家進一步退化到成為第三世界國家 我們是不會的 請注意 這一種法律追究的範圍 包括律師 政治家 捐贈者 捐贈者可能是索羅斯 非法選民 和一些參與腐敗的選舉官員 所有涉及不正當行為的人將會被追查 抓捕和依法處罰 這個是我們國家前所未見的程度 這些我真的不明白 究竟講明不算少人要怎樣 給我我就不會講 因為現在你這樣講完 他更加狠 能打得更狠 但是 憑著 Facebook 朱伯格那種堯底 就是我們從種種跡象看 那是不是朱伯格聞不到一股味 特朗普會贏呢 這個我覺得可以買兩邊 一個時候 那個情況就是剛剛特朗普被人肥 那種耳朵 那種耳朵 跟到這裏 你們信就好 不信就好 這個叫做 這裏 他說特朗普呢 在現在最新的這個 最新的這個 這個Polling 裏面 就是 他 就是看 那種耳朵百州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 全部七個 其實是六個 七個 都是紅州 這個Polling 我不喜歡怎樣做 你信不信呢 第一個 第一個 Wisconsin 就是 威斯康辛州 53.2% 第二個 Michigan 54.5% Liverda 60.8% Pennsauvian 64% Georgia 68.1% Georgia 應該是贏的 加州 不是 不 不 Nina Pc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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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 這個其實是沒有這麼高 Pcala 是贏的 好了 Wisconsin 77.5% 你是信不信他 這個 記住 也是賭博公司 全部贏了 會不會是賭博公司去 鬼你們的盤 鬼 哎呀 喂 屌你都比我們賭錢多 屌你都比我們賭錢多 屌你都比你開民主黨 屌你都比你 鬼狗 怎麼會有這樣的Polling 這些就只能是你信 還是不信 喏 如果貼近現實 我就相信 為什麼呢 我最近聽到 因為特朗普是有講政策 他講一些事情會怎麼做 你放不放得好 你都會理想 你這樣講 那些事情 也沒有辯論 明晚 好 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